各位觀眾朋友,我是Kyoko 今天開始玩N2競語的部分 我覺得經歷過N3後 N2競語的感覺上比較容易 起碼我沒有故意玩 但在考試時也會懂 也有可能是去過日本旅行 或多看日劇的時候 你經常聽到他們說的競語 經常在會話中用到 所以如果大家想熟習競語 我覺得最好的方法 就是去日本旅行的時候 例如你去做客人的時候 你經常聽到他們跟你說競語 或者你去不去日本旅行的話 就多看一些日劇 那些日劇可能是關於主角上班 在辦公室的時候 他們說的競語 你聽得多也會明白 和可以學多些 好,我們今天會說三個競語 第一個就是 Itadakemasen ga 前面是跟O或者是歌 怎樣分呢? 就是第一類動詞的時候 前面是跟O 然後第三類動詞是跟歌 就表示能否請你 好嗎? 這樣的意思 可以幫我做某一件事嗎? 就是很有禮貌的 要請別人幫自己做某件事的時候 用的 譬如這裡的例子 Soso o maji itadakemasen ga 能不能請你等一會嗎? 這樣的意思 很有禮貌 有麻煩你等我去做某件事 所以請你等一會 這樣的意思 然後第二個跟他好似的 就是 Negaemasen ga 前面都是O 或者是歌 分類都是一樣的 第一類第二類動詞 前面跟O 第三類動詞 就會跟歌 後面跟這個 Negaemasen ga 就表示有禮貌去請求對方做某件事 譬如這裡的例子 電話があったことをおつたえねがえませんが 請你轉告他 我打個電話來好嗎? 那就麻煩你幫我做這件事 好嗎? 麻煩你幫我告訴他 我打個電話來 這樣的意思 然後第三個 我想大家經常都聽到 就是 もしあげる 前面都是跟O 或者是歌 分類都是一樣的 第一類動詞 就是跟O 第三類動詞 就會跟歌 它是一個比 Suru 或者Itasu 更加謙公的表達方式 但它的使用範圍 比較少 經常都會見到 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 或者 終わり申し上げます 我的技法 我看到Moshi Ageます 就是有 對不起 這樣的意思 有些是 麻煩你了 不好意思 拜託你了 這樣的感覺 譬如這裡的例子 大変個迷惑を おかけしたことを 終わり申し上げます 這裡就是 被你添了麻煩 即是抱歉 大家經常去白貨公司 都會聽到 不知道什麼 然後就是Moshi Ageます 所以我自己記的時候 會有 不好意思 有麻煩你 這樣的 用法 不知道大家覺得 N2的敬語 是否比N3 簡單了一點 又或者可能是 我們學日文 學久了 聽得多日文 已經習慣了他們的敬語 我覺得比以前學習的 是比較容易的 如果你想繼續跟我一起溫習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喜歡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留言 讚好和分享 如果你想看多點生字卡 就可以去我的IG 想看日本香港資訊的朋友 就去Facebook 我們明天再見 明天就會最後一天溫習 我們還有三個敬語項目 N2的文型就溫完 我們明天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バイバイ